那另外有一题呢 这个应该也是 虽然不是家电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跟家里睡得 有没有舒服 住得有没有好 这个很有相关 这也一并跟您请教好吗 好的 没问题 讲说呢 他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 常常听到家里的这个弹簧床 咯咯叫 叽叽叫 那他讲说 床垫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明明才买个三年而已 那床垫的弹簧 就已经有这样 的问题 那是不是坏了 因为他们家小孩 常常在床上跳 跳这个弹簧床 是不是被小孩跳坏了啊 到底这个弹簧床怎么选呢 多久该换一次呢 这种买三年就已经 这正常吗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 黄都电器总裁 Julie也帮我们解答一下 我在想因为床垫 最主要是我们 先是一个弹簧的床垫 就是床垫放在床架上 那如果你有各自各自的想 我建议您呢 先把这个床垫拿下来 我们先检查一下床垫 因为有可能床垫呢 是在安装的时候 螺丝没有锁紧 或者说因为孩子在跳的时候 让他那个螺丝松了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就把这个螺丝呢 锁紧以后再把床垫放上去 如果说没有声音 那这个我就问您 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那么如果说 这个螺丝都好 也锁得很紧 那怎么还会有声音 那这个可能才是床垫的问题 那您刚刚在讲说 弹簧如果说坏了可不可以修呢 原则上是没有办法修的 因为床垫的外层的那个面料 它都是由机器紧压而成的 那当然没有办法打开 那如果你真的去把它打开了 也没有办法再还原 所以原则上是比较没有办法修理 那如果说您刚刚在讲说 这位朋友呢 他的床垫比较新 我就给两个建议 那对你们会很有帮助 就是说您的新床垫呢 我们建议您呢 三到四个月 你要将床垫呢 翻转一下 为什么要翻转呢 让你的寿命用得长一点 因为我们人体 所以在上面最主要受力点 受力点的话 我们的臀部跟我们的肩部 因为肉多嘛 所以那个地方受力度呢 是比较容易 长期的同一个受力点 会影响到弹簧的 弹簧跟平衡点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凹陷或是咕吱的声音 所以你把它呢 常常呢 去把它调整一下 不要永远一直 睡在那个受力点 你的寿命会多增长一些 而且会很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床单呢 要常洗 然后呢 要用这个保洁套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是我们人体 在睡眠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有一些皮靴啦 甚至这个油啊 发油 容易沾到那个床垫的上面 那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呢 长满虫 这个是对皮肤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嗯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是 为什么你可以用保洁套 尤其是家里有baby啦 或是你夏天 比较容易流汗的时候呢 用保洁套 因为床垫很怕潮湿 潮湿的话呢 你就会 或是有水渗下去的话 你会让那个弹簧的产生铁锈 或者是让床垫变形 那你睡在上面 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所以说你要拥有一个 优质的这个睡眠的话 我们睡眠协会呢 是建议您的五到七年 许可的下呢 最好是换个新床垫 哦原来如此 你讲的那两三个问题 嗯 超级超级赞的一个解答 学到好多东西哦 真的不愧是我们的模范母亲 谢谢我们的黄土电器总裁 我们的Julie 模范母亲 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 好谢谢 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